原神,萌新千万千万别做的五件事 第五名,提瓦特大陆最大的圈套竟然就是周本 不要反驳,先让我解释一下 每周前三次刷周本需要30点体力 刷完后就会恢复到60点 那就是为了骗萌新上当 整整30点体力能换来什么 换来圣衣物,原胚,升级材料等游戏资源 这些前期怎么可能用得上 只不过是要骗你使用体力吧 第四名,圣衣物关乎着每一位角色的强度 所以越早刷越有可能出极品圣衣物 多刷一次 那你的角色离毕业就更加贴近了 如果等到45级才刷 那我只能说太晚了 第三名,等级 是我们在提瓦特大陆行走的最好证明 随着等级的提升 角色还能迎来突破 提升属性 甚至解锁一些新的天赋 但大家千万不要想当 就比如天赋 那么多天赋 是会扰乱你的战斗思路 要想成为强者就必须明白 无招胜利有招 强者是不需要任何华里护哨的 第二名,配对元素反应 这些通通不要 因为这是你偷来的借口 真正的高手主打的就是一个随心所欲 喜欢才是战斗的根本 你只要喜欢这个角色 就算是一直用普通攻击 都能打出万吨伤害 不信你试试 第一名,玄学抽卡 世界越晚,越能抽中 因为到了晚上身体都处于亢奋了 够容易抽中自己喜欢的 没错,我一直就用这个办法 给大家看一看 我的角色都是我自己喜欢的 原神,七位角色的小细节 让你大开眼界 第七名,风神温迪的大招 不仅可以聚怪造成伤害 还可以进行去人玩法 在空地放置大招 这样远程地形射击网的同时 就形成了高级屏障 把伤害都会吸入到封眼当中 第六名,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注意到 当武狼进行最后一段攻击时 他会不复在地上后撤 在后撤的同时 还能给地面造成深深的转痕 这要是在配上支拉的声音 那真的会全害怕 第五名,众所周知 弓箭角色是不能看出的 但公子是个例外 当我们变身后 不想到真的可以看出 但就是不知道变身后的公子 还算是弓箭角色吗 第四名,阿尔拉是四星中 唯一一个有大招动画的 其实他最早设定就是五星 但丝画大大为了让玩家 前期就有奶妈 所以就把他降为了四星 真的是良心策划 第三名,仔细观察 他迪奥娜的大招 并不是用脚踢 而是晃动身体的同时 甩尾八手出去持分裁 第二名,独眼小伙的弱点 大家可能都知道 那就是他的大眼睛 对此攻击就能使他直接瘫痪 除了弓箭手以外 其实他藏了也可以 我知道很多角色也都请 欢迎小伙伴们往往补充 第一名,我是真的没想到 今天同期的这种程度 当旅行者去合幻自己的元素时 他涂上了三花 也会随着元素来改变颜色 风元素,肥元素,盐元素,草元素 真的太细了 无用的细节冷知识 又增加了不少 下期见,拜拜 原神抽到就能用的五位五星角色 第五名,甘雨 离岳3C当之无愧的灵命完全体 灵命甘雨练度拉起来后 伤害非常可观 如果再配上一个有盾的角色 他每日没拖打各种boss 完全可以原地战路 毫无压力 第四名,钟离 作为当前原神中最强盾斧 他的表现还是相当突出 灵命能玩吗? 当然能玩 无论如何 钟离都是队伍中必带的角色 拥有极强的套段能力 而且大招的爆发强度也很好 灵命就可以发挥它全部作用 第三名,心海 珊瑚宫心海并不是传统的奶斧 而是一个具备超长时间后台挂水 又可提供伤害 又可以恢复全体队有水量的奶C 灵命的心海其实已经具备很多功能 所以小伙伴们抽到就能玩 第二名,纳希达 他可以说是草元素体系的核心角色 通过自身的机制 能够给队伍提供精心综艺 以及各种特殊效果 还有在大世界独一无二的扫码能力 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 第一名,埃洛伊 原神目前唯一一个联动角色 而且只有一个 所以灵命就是白选体 这个毫无争议 但作为白条的五星角色 强度方面呢可能是扶言而喻 但是他的稀有程度肯定是第一 排名不分线后 喜欢的就是最好的 下期见,拜拜 原神有趣的七个冷知识 第七名,迪奥娜的技能不仅可以给自身套盾 还可以追踪深渊法师 让他无处可逃 第六名,飞仙尔的技能可以召唤出奥茲 那奥茲是用来干什么的 当然是和小猫咪一起玩耍的 第五名,说个有趣的事 就是当玩家前往铁匠铺 看铁匠砸铁过程的时候 角色也会跟随铁匠砸铁的频率 来晃动自己的脑袋 第四名,还是在铁匠铺 当我们需要铁进行贯造的时候 忽然发现没有铁了 这时的我们又要四处留穿在 塞瓦克大陆,非常好时间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 直接问铁匠即可 它会直接在铁匠上标记出来矿石的位置 第三名,蒙德城内的酒馆 小伙伴们肯定经常来 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 角色上高脚动的动作 高建模的角色显得很回忆 但像小罗利这类角色 会有两种上椅子的动作 显得十分可爱 第二名,蒙信玩家最想知道的是什么 我觉得温迪是男是女这个问题 肯定排前三 其实这个问题早已给出了答案 就在蒙德城门口的位置 有一个叫萨基的小男孩 和他进行对话 会得知温迪真正的性别 第一名,大家都知道 砍树肯定是用大剑角色 短剑,长枪也都可以 但弓箭是无法对数造成破坏的 那你可以试试弓死 虽然是弓箭角色 但它依旧可以砍树 就是不知道砍树的形态 算是弓箭角色 无用的种知识又增加了不少 下期见,拜拜 原神异想不到的 好多好多冷知识 陪史莱姆充电 史莱姆的多样性就不用多说了 每一种元素都不一样 其实你仔细观察它 它释放技能的时候 表面会发红 放完后没有充能了 就会暗淡下来 所以我们可以用对应的元素 手动对它进行充能 让它实现无CD释放技能 唯一的剩余物 在地图的这个位置 找这个老哥可以领取免被剩余物 但是仔细观察 这是一个二星的战法 当你一打开图鉴发现 战法坊只有三星和四星的 所以这个剩余物 可能是如一无二的 快点锁起来吧 具有疑病的生产 永不消失的猪 众所周知 在原神中的小动物 它发现你时就会逃跑 直到消失不见 但雪山上的猪就不会 你就算一直跟着它 它都不会消失 炎造物的噩梦 前几期讲到了 用兵加你窝的平衣 可以快速发矿 其实几乎所有的炎造物 都是可以操作的 修人的盾牌 炎萨买的柱子 炎史莱姆 要等都可以实现高效攻击 公子竟然不能下落攻击 在原神中 下落攻击这种方式 运用非常多的 每一位角色都可以使用 但公子开启魔神武装后 就可以使用下落攻击了 不信你试试 门属于个 看看就好 没用的冷知识 又增加了不少 下期见 拜拜 原神这些角色的 奇怪命之作 你都知道吗 第五名阿贝多 他的第四命作 可谓是真的离谱 在洋华领域中 造成的下落攻击 伤害提升30% 难道就是说 我有幸抽到了第四命作的话 每次攻击都要下落吗 别着急 再看看下一个 第四名 萧 为什么把他放在阿贝多后面 因为他们俩的命作 紧密相关 看他第四命作 可以在生命地狱时 获取防御加成 这不就是阿贝多想要的吗 再回头看阿贝多的下落攻击 不对 这两命之作 不会是安错了吧 第三名 温迪 虽然角色定位是封神 但有的玩家并不是这么认为 毕竟无论是草神 严神 还雷神 都能在某一位置 一条起大量 但温迪还是不行 先看看温迪的一名 是可以在射击的同时 额外增加两枚分裂剑 这有什么用 虽然温迪不是很强 但巨怪扩散的脑力 还是非常突出的 那我一套打完了 还需要分裂剑吗 第二名 班尼特 六星战神班尼特的命之作 可谓是众多玩家口中的话题 那到底点不点第六命作 其实说白了 他的六名 事实上队友的攻击 都带上火风膜 但也并不是所有角色 都希望带上火风膜 所以还是要看你的阵容搭配 以及你玩的角色 到底是什么 第一名 琪琪 这位角色是常驻五星 单看他的第二名作 增加攻击和重击 就是说 谁会让一个奶妈出来打伤害 再者 我个人感觉 除了第六名作以外 其他的几个名作都比较鸡肋 请个人观点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呢 下期见 拜拜